两会开完了 新一届中国政府诞生了 我们看看外电是怎么评价的 分享纽约时报 详解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振荣 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发现他也没详解 我们看看纽约时报是怎么写的 说李强周六被正式任命为中国总理 他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长期盟友 曾于去年执掌上海为期两个月的清零封锁 他将面临试图重振经济的挑战 中国经济因三年的新冠限制措施而受到重创 作为总理 李强现在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排名第二位 他也是中国的头号官僚领导国务院 对经济政策行使广泛权利 总理的职位已在中国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的领导下有所削弱 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把刚刚卸任的李克强 排除在核心之外 但有些分析人士说 李强也许会比他的前任 起到更大作用 虽然不一定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政府曾表示 预计该国今年经济将增长5%左右 这一保守的目标 他们认为这个保守 这一保守的目标很可能表明 解决房地产市场低迷 出口放缓和债务增加的问题存在困难 目前该国青年失约率很高 中国公司面临美国 及其盟友严厉经济制裁的威胁 李强曾任上海市委书记 于去年秋天被提升为中国二号人物 这很可能是因为习近平认可他的忠诚 他执行了习近平 以根除病毒为名的新冠清零政策 尽管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部分原因是导致了食品短缺的管理不善 李强在经济重要地区担任领导人的经验 除了上海 他还在富裕的浙江和江苏担任过要职 他的这份经验让一些对他将推出有利于商业的政策充满希望 让一些人对他将推出有利于商业的政策充满希望 但他缺乏在中央工作的经验 这可能会让他更多的依赖于习近平的继续支持 因此不太可能提出不符合最高领导人意愿的政策 李强的新职位于周六在中国 他还说中国的人大是橡皮图障 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在会上年度会议上得到确认 周一会议结束的时候 他将在新闻发布会上以总理的身份首次公开亮相 并回答一些经过审查的问题 这是早前的 他说今天会亮相新闻发布会上 并回答一些经过审查的问题 这会都开完了 是不是都经过审查的问题 此次大会将在五年内首次提拔一批新领导人 其中许多人是习近平的忠实的拥护者 那么他下面呢 他说下届政府班子的阵容 他列了一下 国家主席 说习近平 他说 第三个任期 得到了确认 星期五 这个消息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早已经取消了 并且去年十月份呢 习近平已经获得了中国中央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了 随着开启他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 习近平已发出信号 表示他将重点加强安全和寻求战略技术的自给自足 以更强有力的反击 他认为美国阻止中国崛起的努力 他们分析的习近平第三个国家主席的任期 工作的重点是在这 习近平在周一的一次讲话中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 围堵打压 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这是国家主席 然后呢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副总理呢是习近平和中共二号人物的直接下属 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常务副总理 这个职位预计由丁薛祥担任 过去几年里丁薛祥一直在习近平手下担任 中国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和国家主席办公室的主任 担任常务副总理的丁薛祥 可能也会负责国内经济政策 即将卸任的常务副总理韩正 参任上海市委书记 在上海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都市方面功不可没 相比之下丁薛祥从未担任过省级领导人 主要是在后台从事技术官僚工作 但与其他即将晋升的人一样 丁薛祥与习近平有着长期的关系 他被普遍认为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随着习近平强调有必要对国内外威胁保持紧击 这个秘密委员会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 丁薛祥也经常陪从习近平去国内外访问 现任的常务副总理韩正已被任命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这个象征性的职务 下面是常务副总理说 他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说去年秋天晋升为中共三把手的赵乐际 周五被任命为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虽然中国的立法机构在名义上 有制定法律修改宪法的权利 但实际上的决策权掌握在中共领导层手中 赵乐际一直保持着相对低的姿态 但他近年来职责重大 他领导着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 负责执行习近平打击官员腐败和不忠的运动 这场运动对习近平巩固权力 清洗对手很重要 2017年担任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书记之前 赵乐际曾是负责党内人事工作的高级官员 这让他对党内事务有着深厚的经验 然后说全国政协主席 说这个王沪宁将中共四号人王沪宁将领导全国政协会议这个机构 习近平领导的大约两千名代表 他们表面上的作用是提供政治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建议 实际上全国政协的作用更像是为中共行使软实力 动员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非党员和资源来支持中共的议程 王沪宁有中共意识形态 总管的名声 先后在三名最高领导人手下工作 负责起草宣传讲话和政策文件 他帮助提出了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愿景 既在习近平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王沪宁政治上的上升迁意味着中共将继续与西方对抗的强硬政策 大家就参考消息 这都是参考消息 这是政协主席说 他说经济工作的主管 开始说经济工作的主管 就说这个何立峰 说重振中国经济方面与新总理李强密切配合的将是习近平信赖的另一个前助手 何立峰 何立峰现在是国家发改委的主任 有望成为主管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副总理 发改委负责中国的经济政策规划 在担任发改委主任期间 何立峰主持了中国的五年计划起草工作 以及国内外的大型投资项目 与即将离日的经济工作主管刘鹤相比 何立峰缺乏海外的经历 刘鹤曾在哈佛大学学习 主持过与美国的贸易谈判 何立峰曾在南部的福建省工作过25年 在那期间习近平也曾在福建省工作 并不断受到提拔 何立峰曾先后多次与习近平共事 他后来担任过直辖市天津的市委副书记 何立峰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 表明他将在实现最高领导人 把国家安全作为重点 让国家主导社会的愿景上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习近平的愿景中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高于经济发展 这是纽约时报 这就是纽约时报的所谓的详解 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办的阵容 这不是详解 这是一个梗概 总理国家主席总理委员长 政协主席常务副总理 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说了 我给他补充一点 新一届政府今天李强领了四个副总理 都亮了相 四副总理丁薛祥呢 很显然丁薛祥以前确实是没有过 这个省纪工作的经验 没做过诸侯 这确实是 用人嘛 用人这个东西 他有的时候呢 是用人的能力 有的时候是用人的 这个忠诚 有的人呢 是用来干实事 干活的 有的人呢 可能是因为信得过 因为忠诚 可靠 而是用他来站位的 那这个政治家用人 一般都是 都有这样的考量 就是有的位置呢 他不一定适合 以他既往的履历经验 但是呢 这个位置必须得有人站上 我已去让别人站 我不如让我最信任的人 把这个位先站上 我觉得丁薛祥 做常务副总理的 颇有这个意味 颇有这个意味 当然我不是否定 丁薛祥的能力啊 丁薛祥 跟习近平这么多年 他从一个搞技术的人出身 研究所出身 然后开始从政 一路升迁 跟习近平在上海 合作的时间 不是很长 但是他能够博得 习近平那么的信任 这不得了 这都是大财 这都是大财 所以我相信 像丁薛祥这样的人 年龄还不大 严格意图上流令后 丁薛祥这样的人 摆在哪儿 哪怕多生疏的工作 我相信丁薛祥的学习能力 很快就会适宜 那么国务院正常来说 经济工作 李强抓总 他有江浙的 温州人的经验 什么的 还有何立峰 何立峰确实是 这么多年 搞经济 那还是航加里手 航加里手 纽约时报说 何立峰缺少海外的学习经历 不像刘赫在美国哈佛大学学过 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坏事 也可能恰恰没有在美国学习过的话 还能少卖点国 或者不卖国 是不是 那么张国庆我不熟 不敢评论 听说也是转战多地 好像也是属于技术官僚出身 在辽宁这样的工业大省 也做过省委书记 这个 这个刘刘刘刘 刘国忠 刘国忠可以说几句 刘国忠 我的朋友跟他挺熟 刘国忠是黑龙江万魁人 家里就是迫迫通通的出身 他妈妈好像就是万魁 是一个县城 是这个县的医院的一个护士长 就是迫迫通通的家庭出身 刘国忠后来 毕业之后90年的时候 才到黑龙江省的经委 省经委从科员开始做起 1990年 这起步根本就不早啊 挺晚的应该说 在同龄人力 刘国忠是1962年 90年的时候 从科员开始做起 但是很快就 异军突起 就起来了 升线速度 速度非常之快 然后呢 这个 后来说 这个栗战书在黑龙江 当省长的时候 很傻识的 很傻识的 有的人说 刘国忠的 所谓的背景 主要是栗战书 有没有这个因素 肯定有 刘国忠后来在中国的升迁 仕途的升迁 绝对是有 这个 这个栗战书的 保健的功劳 向习总推荐的 保举的 那刘国忠也 也不负众望 刘国忠说这么多年 转战好几个地方 吉林啊 陕西啊 什么的好多地方 听说是 颇为稳重 这样的一个 刑事风格的领导人 我的朋友跟我讲 他在黑龙江工作期间呢 表现的和 当时的 同一个层面上的一些领导人 就不太一样 说刘国忠呢 刘国忠曾经做过 黑龙江省的 鹤岗市的市委书记 就现在听说 五万块钱 就可以买到房子 那个鹤岗 说他做鹤岗市委书记的时候 时不时要回海滨 上省里面 汇报工作呀 或者开会 你想那个时候 九十年代的时候 二十一世纪初 二零零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说 中国最黑暗的时候 胡文石七什么的 那时候的 这个乡领导都上县里 上夜总会 县里的人不都是上市里 他们 红能区 然后市里的 这个头头脑脑 都上省城或什么的 都玩这套东西 洗桑拿呀 什么的 夜总会之类的 太平常了 那个时候 但说人刘国忠 刘国忠在鹤岗做市委书记 到省里面 去荒库工作或者开会 什么的 人家洗澡都从来在 黑庄安省人民政府机关的 叫省政府职工浴池洗澡 从来如此 能在省政府 这个这个机关市场吃饭 绝对不在外面吃饭 刘国忠 说那个时候 给大家的印象 非常非常深刻 就是刘国忠 跟其他的回省里 来办事的 这些市长书记们 真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当时呢 对刘国忠就是刮目相看 觉得这个人 这个很独特 有的人当时就挺看好 这个刘国忠 到后来你看 果然 人刘国忠今天 跟着李强人就坐在那了 国务院副总理了 所以很多时候 不能够对整个官僚 体系中的每一个人 都用那种一把尺子去量 有的人 有的人还确实是有自己的 很好的德行 还确实有自己的独门绝技 那就补充这么几句 你们是吧 谢谢我 这才有点 详解的味道 是不是 分享到这 然后再次 做一变 我们下一个人 然后再次 就能让你来 回来 谢谢大家